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是全球先进半导体的顶级生产商,客户包括苹果、AMD和辉达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曾威胁向台积电征税100% 台积电董事常伟佳哲在6月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尽管美国关税对公司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人工智慧需求依然强劲 AI晶片制造,持续供不应求 该公司市值在经历了今年早些时候的下跌后,目前已经重回1兆美元上方 魏哲家在新竹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称 公司尚未看到客户行为因关税不确定性而发生任何变化 预计未来几个月情况可能会更加明朗 他表示,关税确实对台积电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并非直接影响 这是因为关税是针对进口商而非出口商的,台积电是一家出口商 然而,他补充到,关税可能会导致晶圆价格略有上涨 当价格上涨时,需求可能会出现下降 另外就在近期,川普率团访问中东,达成多项人工智慧协议 在谈及台积电是否会考虑在中东建设晶片工厂时 为这家表示,台积电目前没有在中东地区建设此类工厂的计划 目前,台积电即将迎来2奈米制程的投产 今年早些时候,AMD宣布,代号为Venice-Venice的下一代CN6骁龙处理器 成为首款在台积电2奈米制程N2中流片并投入生产的高效能计算机 台积电还在今年4月的一场技术活动上 发表了下一代A14晶片制造技术 该工艺将于2028年投产 台积电此前表示,公司今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超过400亿美元 并长期着眼于人工智慧驱动的强劲的晶片制造需求 公司预计,到2030年前,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营收将会轻松超过1兆美元 台积电方面表示 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使得大型的人工智慧晶片设计公司 更快采用最新的晶片制造工艺 魏哲家在股东大会上强调 人工智慧的需求一直非常强劲 他们将努力为客户提供足够的晶片 以应对持续强劲的需求 不过,巨额的研发投入也推动了代工价格水涨船高 6月上旬,来自供应链消息称,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 每片晶圆的代工价格飙升至3万美元 尽管N2工艺的成本高昂 但台积电是目前唯一可靠的供应商 对价格占有主导权 Gartner晶片行业分析师表示 目前台积电最先进的N2制造工艺 还没有完全的可替代方案 各大晶片设计公司在选择代工厂时 会根据不同的考量制定相应的策略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辉达等行业大客户正在从三星等代工厂商方面 寻求台积电N2工艺的替代方案 此外,英特尔也在积极拓展代工业务 去年,英特尔声称将在制造全球最快晶片方面超越台积电 在此背景之下 据报道,苹果、联发科、高通等科技行业的知名企业 已瞄准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 据称后者已于4月开始接受订单 然新世代节点成本相当高昂 估计每片晶圆约3万美元 对顶级客户而言 尽管开销庞大 但为了竞争优势或保持领先地位 投资数十亿美元似乎不得不为 联发科第四季开始 2奈米晶片设计定案Takeout 有消息表示 台积电2奈米制程良率超过90% 亚利桑纳州厂产能也近100% 准备为灰达生产AI晶片 据台湾媒体报道 苹果继续是台积电亚利桑纳州工厂的最大客户 并将率先从该工厂接收晶片 台积电目前正在亚利桑纳州生产其N4晶片 N4晶片适用于5奈米和4奈米晶片 据悉 灰达的AI晶片目前正在美国工厂进行工艺验证 消息人士称这些晶片将于今年年底投入生产 报道称亚利桑纳州工厂的需求旺盛 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 该工厂可能会将晶片价格提高多达30% 业内人士认为 美国制造成本上升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 价格上涨也可能受到工厂高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Cloud Express的Nobunaga Chai认为 亚利桑纳州工厂目前每月生产15000片12英寸晶圆 并将很快将产能扩大至24000片 达到其峰值产能 然而成本上升趋势远未停止 市场消息 2奈米之后的1.4奈米工艺A14节点 也称为Amy Einstrom成本更高 1.4奈米晶圆成本可能达惊人的45000美元 达2奈米贵50% 只有顶级客户才会考虑下单 与2奈米节点相比 这相当于价格上涨了50% 但同样重要的是 台积电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开始量产 最早的时间表是2028年 目前据报道尚无客户对该技术表现出兴趣 这表明他们的主要重点是2奈米工艺 身为台积电先进制程早期采用者 苹果被认为最有可能率先进入艾米制程 台积电曾表示 对是否采ASML价值4亿美元及紫外光 HighAEUV设备仍选而未决 台积电表示 现有设备足够生产1.4奈米 联发科多年来 一直是台积电的顶级客户之一 此前该公司宣布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流片2奈米晶片组 这项竞争对手发出讯号 表明他们也应该做好同样的准备 否则将面临落后整整一代的风险 年底有多款台积电第三代3奈米工艺 N3E节点晶片产品量产 如联发科天机9500 高通Snapdragon 8 Elite Gen 2 及苹果A19和A19 Pro等 先前传出Google高层造访台积电 可能是为了Pixel手机晶片Tensor G5彩3奈米 此伙伴关系将持续至少5年 进入台积电长期客户之列 总体来看 台积电6月召开的股东常会 台积电董事长 继总裁魏哲嘉在会上表示 2025年将是台积电稳健成长的一年 全年营收预计将实现 中断二位数百分比的增长 此外魏哲嘉还强调 台积电将持续在研发和技术发展上 加大投入 以支援客户需求 当前3奈米制程 已进入量产第二年 受智慧型手机与高效能运算 HPC应用推动 去年共享的公司整体晶圆 销售金额的18% 而即将在2025年下半年量产的 2奈米制程N2 则被视为满足节能运算需求的重要突破 几乎所有主要晶片设计公司 都已与台积电展开合作 魏哲嘉表示 随着AI技术不断演进 业界所需的模型日益复杂 也推动对更强大半导体硬体的需求 对此台积电正处于有利位置 凭借该公司的差异化技术实力 可积极应对5G AI等主要产业趋势 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